花蓮市禁封街66巷 在上个月发生的火灾 造成了三间木造房屋全毁 花蓮市公所随即启动了 安心为您紧急应变 SOP的机制服务 除了发给急难救助金 同时协助办理安迁救助之外 清洁队也到场协助 将灾后的废弃物做清印 市长魏嘉贤则是呼吁民众 最近火灾意外频传 请住户要提高警觉 小心用火 上个月一场大火 造成花蓮市禁封街66巷当中的 三间木造房屋全被烧毁 清洁队员操纵着抓斗车 将燃烧过后的飞漆物 陆陆续续夹上回收车 协助火灾受灾户 清运灾后垃圾 希望他们能够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那也谢谢黄翔里长 因为这个该住户是 相对于教育弱势的一个家庭 那所以我们今天也出动了 相关的清洁队 也等完了相关的监听报告完以后 来做相关的清理 协助她做清理 那我们看到 这年迈的老奶奶 她有非常多的一些回收的东西 那我们也是 则成我们清洁队 可能预计要花上一天的时间 来协助她相关的清运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说每一个 最近有一些天灾发生 还有火灾发生 那我们希望说每一个住户都能够小心用火 那如果没有必要的电源 请务必要把它关掉 那以防火灾的发生 因为现在蛮多长辈会习惯收一些物品 在家里堆砌 会请他们说尽量把它清洁 然后在每个巷口或是住户前面 都会设置那个灭火器 然后因为现在县府在推广那个住警器的部分 我们可以尽量去争取这个部分 然后以达到说安全的部分 市长维嘉仙表示 国防里的巷弄狭小属于老旧社区 火灾现场也可以看到堆积了不少回收物品 不仅有易燃的危险 也有紧急逃生的阻碍 而最近的火灾意外事故频传 也希望花莲乡亲都能小心用火 另外还有数据显示 延长县就是居家电器火灾的罪魁祸首 因此在选购延长县时 务必要选择有商品安全标章 及设有安全装置的产品 并且要避免在延长县旁堆积杂物受到物品压迫 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意外发生 记者许立琴 花莲乡亲报导